萝卜李北老师做糖或者拌着吃的 试试像我这样做吧 不但好吃 还非常有食欲 到底是咋做的呢 话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开始 首先这种青萝卜切成蒸之后下锅焯一下水 胡萝卜汁也下锅焯一下水 焯完水的萝卜汁捞出来冲凉并控干水分 把处理好的萝卜汁放入碗中 搅成你的鸡肉 我们稍稍多来的在里面 香葱花我们来的 再加做一个鸡蛋在里面 蒸香的鸡汁我们加在这里面 鸡精再少放点 味精和盐各加入小半勺 胡椒粉再来点 蒸香的调料油我们稍稍再加在这里面 玉米淀粉加入两大勺在里面 并用勺子把所有调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取出一张海苔铺在菜板上面 把刚才和好的萝卜汁放在这个海苔上面 用勺子抹均匀的 这个萝卜丝里别太厚了 一定要把它抹均匀的 接下来我们把它卷起来 卷的时候最好紧实点 卷好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卷好后的海苔萝卜卷了 放在蒸锅之中蒸熟 这个蒸的时间了开锅之后蒸个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之后用手按眼 非常紧实有弹性就说明熟了 接下来放在平底的锅之中 少放一点油小火慢煎 因为蒸完的海苔比较软 这样煎一煎的更脆更好吃 底部煎至这样就可以翻过来煎另一面 煎这个一定要小火慢煎 别着急 要不然煎糊了效果就不好 煎好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色泽金黄非常有食欲 煎好之后取出的最好凉一凉再切 要不烫手 摆在盘中堆个料碟 吃这个蘸点这个汁味道更好 学会的赶紧给家人做这个这样的菜吧 那小味是老弊了 探紧吧